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学家会的托福学术背景精品课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给大家讲解我们的下一个章节 也就是关于我们历史考古这一类的话题 在我们的很多考试当中呢 托福考试当中几乎三篇阅读文章当中 都会碰到那么一篇关于历史或者是考古相关的 那么听力包括口语的后面几题 以及综合写作都有可能出现这个范围里的内容 所以这个章节呢 也是相对来说 背景点经常考到这么一个章节 相对来说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章节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那么在这个主题背景当中呢 我们叫History and Archaeology 总共呢给大家分了四个部分 我们分为四个部分 来把托福当中最常考的一些历史考古的背景呢 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背景 在History and Archaeology Archaeology我们叫做考古学 在历史和考古学当中 我们分为这样的四个部分 古希腊 古罗马 古埃及以及两河流域 玛雅 印加以及阿芝台客人 这都是关于古文明的 那么最后呢比较长考的一点 美国的历史 印第安农业发展 工业化等等 所以这一系列的是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历史背景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第一个专题 古希腊和古罗马 古希腊和古罗马是我们在托福考试当中特别经常考到的 那么不光光是在历史考古类文章当中 例如我们在历史考古的文章当中 那么考到某个古城或者是古希腊的某种某一次战争 那么古希腊的一些戏剧 古希腊的雕塑都是考察的点 那么有的时候呢也会把古希腊跟古罗马两个国家放在一起 做一个对比的考察 而且我们在涉及到例如戏剧起源 那么很多比如说文学的等等 一些学术流派的起源都会追溯到这两个点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把这两个点放在这个单元当中 最为重要的这样一个内容呢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那么希望大家呢对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专业词汇 以及内容能有一个把握 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我们的这第一个章节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 那么你听完这个课之后呢 所有惧怕历史类背景的同学在看到单词的时候 不应该再有陌生单词的感觉了 那来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Asian Grace 那Grace我们叫做希腊 G-R-E-E-C-E 那Asian Grace古希腊 古希腊的话呢是非常 厂考到的一个高评点 在我们的真题考试当中 关于古希腊的城邦 古希腊的陶瓷 古希腊的雕塑 和古希腊的戏剧发展 都是我们厂考的话题 尤其是关于戏剧发展这儿 很多涉及到戏剧文学的文章 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包括古希腊的陶瓷 我们也有题目考到过 古希腊的陶瓷和中国的陶瓷做的一个对比 包括很多陶瓷的图案样式的发展 那么中国跟古希腊这边有什么样的区别 所以像这些方方面面的 关于古希腊的内容 都会成为我们的真题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关于古希腊的一些相关的常见考点 我们要把这些考点到中英文 对照的单词都能够把它记熟 而且了解到这些考点的来龙去脉 这样的话呢 可以帮助我们最好的把这些题目做完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首先关于古希腊 第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点呢 就是古希腊的城邦 古希腊的城邦呢 叫做我们看它的英文叫做city state 那么是有两个单词中间 连一个肩上一个连字符来表示的 city叫做城市 state呢 我们再比如说如果指美国 美国的某一个州 我们可以叫做state 所以这个连在一起叫做city state 叫做城邦 那么城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们来看一下 a city state is a city with its own laws 说城邦呢是一个城市 什么样的城市呢 这个城市有它自己的法律 with its own laws 有它自己的法律 rulers 管理者和什么呢 and money 所以它跟其他的国家会不太一样 在其他的国家当中呢 可能有一个统治者 有一个国家内通行的货币 有一个国家内通行的律法 但是呢 古希腊它是分为不同的小城邦的 那么这些小城邦呢 自己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独立 比较自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单词 叫做city state 很多考到古希腊的文章当中 都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概念 叫做城邦 好 我们把它记住 接下来我们来看 那么在古希腊的众多城邦当中呢 比较长考的有两个城邦 我们在这儿来注意 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比较长考的城邦 就是这个Sparta Sparta呢 我们把它翻译为斯巴达 那我们平时看电影的时候 那很多朋友在看电影啊 或者是看一些小说的时候呢 经常涉及到斯巴达这个概念 那么一般呢 带上斯巴达这几个字的电影 大家回忆一下 你看过的跟斯巴达有关的电影 是不是都是那种 讲斯巴达勇士 或者说斯巴达的战争 那么这一系列人都是比 斯巴达的人都是比较骁勇善战的 所以这是希腊一个非常知名的城邦 那么这个城邦的人呢 特别的骁勇善战 成为他的一个特点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城邦的人都有哪些具体的特点 首先第一个 斯巴达是一个希腊的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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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这里powerful 指他非常的强大有力 and has its own army 大家看这儿 had its own 有他自己的什么呀 army 有他自己的军队 这都是他与其他城邦不同的地方 能够特别的区分出他的一个地方 那么斯巴达有自己的军队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看 斯巴达conquered 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如果去掉异地的话 C-O-N-Q-U-E-R 那么这个单词叫做conquered conquered用来表示攻战 或者是占领的意思 说斯巴达攻克了other city-states 攻克了其他的城邦 to gain wealth and power 那么斯巴达攻克了其他的城邦 来获取财富和力量 所以这个城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么有军队又特别的骁勇善战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斯巴达这个城邦 那么既然他特别骁勇善战 关于warriors 就是我们必须要提的一个点 接下来我们一定要认识的一个单词 就是这个单词叫做warriors warrior用来表示 勇士 斗士 这样的意思 斯巴达warriors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那斯巴达勇士 那么我们来看斯巴达的勇士 training to become a good soldier was important 在斯巴达人的观念当中 通过训练而成为一名士兵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通过训练来成为一名士兵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接下来 Young boys were taken from their parents 年轻的孩子会从他们家长的身边带走 and trained to be soldiers 被训练成为士兵 as well as good in sports such as running 那么家长很小的时候 就会开始训练孩子 让孩子成为一个合格的 我们叫soldiers 士兵 那么as well as good in sports 而且体育还要特别的好 such as running 所以斯巴达的人除了特别能打架以外 还特别能跑步 又能打又能跑 这个民族还是比较恐怖的 那么再往下 even girls 那这一点就更加厉害了 甚至有的时候女孩呢 也要接受相关方面的训练 所以呢在这里 这是斯巴达一个非常非常的明显的一个特点 也是我们在托福考试当中 经常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 就是斯巴达三百勇士 这是也是非常知名的一部电影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斯巴达三百勇士 那么表现的就是他们这种骁勇善战的精神 好 这是斯巴达 这是斯巴达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斯巴达这个城邦 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骁勇善战 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那托福真题回顾 在07年的时候呢 曾经有一篇真题 专门考到斯巴达与雅典的差别 那我们刚给大家讲过了 说斯巴达是特别骁勇善战的 这样的一个民族 那么雅典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雅典的特征 接下来我们再来比较雅典和斯巴达的差别 那好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雅典的特征 托福厂考的城邦 City State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叫做雅典 那 Essence 那 A T H E N S 那 Essence 叫做雅典 雅典呢 我们现在更多的时候 大家对于雅典这个单词的理解呢 可能是一个城市 但是呢 它在古希腊是一个城邦 那面积比现在要大得多 叫做Essence 我们来看一下雅典的特征 那斯巴达已经是一个特别骁勇善战的勇士 那这样的一个特点已经出来了 那么雅典是什么特征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同时大家要把这些相关的重要的词汇 记住以便于在托福考试当中呢 能够迅速的有一个反馈 那来我们看 这里它说到Essence 那雅典 Became the world's first Diamond Crazy 这个单词非常重要 那在托福当中经常出现会考到 那Diamond Crazy呢 用来指民主 D E M O C R A C Y 那Diamond Crazy 叫做民主 那么雅典是第一个民主政治 Around the 508 BC 那所以它是最早的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那么Democracy什么含义 下面有一个介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Democracy is a government in which citizens can vote 那这个市民有权利投票的 那民主嘛 And have equal say in what happens 而且所有人呢都有平等的权利 Equal say 那来表来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表达自己的观点 所以民主政治呢 就是大家都平等的政治 那而雅典是the world the world first Democracy 那这是我们非常值得记住的一点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Democracy这个单词 Democracy这个单词啊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有两个部分构成 那么第一个部分是Demo 后面是C-R-A-C-Y 那么我们来重点给大家说一下这个Demo 实际上Demo呢 用来表示人 用来表示人 这是一个固定的英语词根 那么我们下次看到任何单词当中 包含Demo这个结构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知道 它是用来表示人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它用来表示人的话呢 有哪些单词带有这个结构 而且它们是什么含义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叫做Demo-Griffin 那我们都知道Demo表示人 Griffin在这儿呢 Demo-Griffin表示人口统计学 那用来统计人的 Demo-Griffin表示人口统计学 那么在下面一个单词 在下面呢叫做Epidemic 那么在前面加了一个EPI Epidemic呢表示流行的 传染的 或者是流行病的意思 因为任何的流行的疾病 或者是疫病呢 都是在人群当中传播的 所以在这个单词当中 也包含DEM这样的一个结构 叫做Epidemic 而希腊是我们民主政治的一个起源 那这一点是需要我们要了解的 好 接下来呢在下面 我们刚刚看到啊 说古希腊是在508BC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Demon-Cracy 民主 那么BC这个概念 我们怎么去理解 非常多的同学在考试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比如说BC 或者是AD 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常见的 这样的一种 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种表达 在拓付阅读当中 包括听力都有可能出现 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叫做BC BC呢我们把它展开来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B叫做Before C呢叫做Christ Before Christ 那Christ指的是耶稣基督 所以Before Christ指的是 在耶稣基督以前 我们也就是主前的意思 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 在主诞生之前 那么叫做BC 那么AD是什么呢 我们也经常会看到AD 很多同学会理解 你说BC B就代表before AD A就代表after 所以它是主后 但实际上呢 A并不代表after 我们在这儿呢 给大家来做一个辨析 A呢实际上是 Anno Dominic 那这里面呢 是一个拉丁语的说法 Anno Dominic呢 用来表示主后 也就是耶稣基督诞生以后 所以这个是英语当中 常用的一种纪念方式 它以耶稣基督诞生 为一个明确的分界点 那么基督诞生以前 是怎么样的 基督诞生以后 也是怎么样的 那么所以 但是呢 现在呢 这个BC跟AD 在英语当中用的是 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BC跟AD的宗教色彩 比较严重 那所以有的时候呢 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我们偶尔也会看到 这样的方式 比如说 CE 那CE呢 我们叫做 Common Era展开 那意思是公园 那么BCE呢 意思是Before Common Era 那么也就是公园前 所以有的时候 CE表示公园 BCE表示公园前 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当然见到BC和AD 我们也要能够知道它的具体的含义 那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说完了雅典的民主政治的特征 然后呢 给大家讲过了斯巴达 这个时候呢 有一场比较重要的战争 我们给大家来提一下 这个战争叫做Purgeon Walls The Persian Walls 叫做波西战争 那么实际上在古代的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地图 下面的这个位置是埃及 古埃及 那么古埃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明古国 那么这里呢 是我们的Grace 希腊 然后大家再看这里 那整个这么大的一片绿色的地方 都归谁呢 叫Purgeon Purgeon指的是 Purgeon呢 是用来指波斯帝国的 而这个Purgeon Walls呢 就是用来指波斯帝国对于希腊的 这样一场战争 那么这场战争是否有胜利呢 我们来继续的看一下 那其实我们如果用常理来想 大家看波斯帝国如此之巨大 对吧 这么大一片全是 而希腊只有这么小一小块 那么作为波斯帝国呢 想到去攻打希腊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 那么能够把它轻而举拿下 这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结局 但是实际上的历史却是这样的 One of the largest and the most powerful was Persian Empire Purgeon Empire 指的是波斯帝国 在那个时期最大的 Largest and the most powerful 又强有力的之一 就是波斯帝国 之二是我们接下来 要给大家讲的古埃及 那么The Greeks were incredible warriors 这个波斯帝国呀 就想要去攻打希腊 但是它忘了一件事是什么呢 希腊人是什么呀 The Greeks were incredible warriors 希腊人都是勇士 Warriors都是战士 那么希腊人的这个战士 我们来看 它主要有两个方向的一个结合 那么第一个是指什么呢 The essence 希腊雅典人 雅典这个城邦 Essence had highly capable navy Navy这个单词的意思 用来指海军 雅典的海军非常厉害 因为希腊雅典这个城邦附近 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说的爱情海 所以他们是非常擅长 在海上进行打仗的 所以他们有极强壮的 Navy海军 With ships that were tiny And easy to maneuver 他们的船非常的小 而且容易 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叫做maneuvre 这个单词当中 其实也包含着 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根 就是谁呢 Man这个词根 Man这个词根 东南表示跟手有关的 都表示跟手有关的 比如说manipulate 用来表示操纵 对不对 那么这里边的maneuver 也用来表示操控 所以说Essence的海军很强大 而且他们有那些非常小 又非常容易操纵的船只 那么接下来 The Spartan army was terrifying 而且斯巴达的陆军战士 又是非常骁勇善战的 所以海军加陆军结合起来 那么波斯帝国的这场战争 是没有成功 所以这是一场比较重要的战争 好 讲到这里了 我们这个古希腊两个城邦 一个是斯巴达 另外一个是雅典 这两个城邦已经给大家介绍的差不多了 那么实际上 在我们的托福的过去的真体考试当中 07年的考题当中 专门考过古希腊里面的这两个城邦 也就是斯巴达跟雅典 这样的两个城邦 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么其实这个差别已经很明显了 那么斯巴达人 可能并不擅长于戏剧 文学或者其他的这些东西 但是他们的身体非常强壮 从小就要经受非常强 这个程度很强的军事化训练 让自己成为士兵或者擅长体育的人 而雅典特别不一样 雅典的人崇尚思想的自由 民主 所以他们有很多文学文艺作品流传下来 雕塑等等这些方面发展的都很好 这是这两者最大的一个差别 那么除了这个差别以外呢 另一边我们的托福真题当中 还继续的分析 说为什么这样的两个城邦会出现这种巨大的差别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 其实也很好理解 在我们的托福真题当中 作者是这样分析的 那么他认为地理环境给这两个城邦人的性格的养成 构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说斯巴达 斯巴达的话 他的生活环境比较恶劣 相当于偏内陆一点的地方 所以当地人就特别的崇尚武艺 只有身体强壮才能存活下来 但是雅典就很不一样 雅典靠着爱琴海 每天早上起来就看见窗外的一望无际的大海 景色非常的美丽 而且雅典的城邦里的人生活也比较富饶 他们只需要去海里面打鱼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就是天天吃海鲜 天天吃海鲜智商也比较高 而且心情特别好 每天在海边晒着太阳 所以ISIS 也就是雅典人 每天有大量的时间来思考人生 生活没有什么压力 对吧 所以每天有大量的时间来思考人生 然后思考文学艺术 那么做一些这方面的创作 所以这两个民族的特点 就会特别的不一样一点 当然在这次Persian Wars当中 体现的也很明显 那么斯巴达人都属于这种 骁勇善战的战士 但是并不是特别擅长海战 而Essence 雅典人呢 他们的船虽然很小 但是相对来说非常好操纵 而且呢 雅典人呢 又非常熟悉海水 所以呢 他们的海军是非常强大的 导致呢 这一次战争 波斯帝国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那 好 这两个城邦的对比 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下边的这几个名人 呢 要说到古希腊的话 有几个古希腊当中非常知名的名人 是不得不提的 那 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名人 那 这个名人叫做Saukratis Saukratis 是叫苏格拉底 那 这个是我们很多同学非常熟悉的一位 那 Saukratis叫做苏格拉底 那么我们来看这儿 Saukratis was a philosopher of ancient grace 他是古希腊的一位什么呀 我们看叫philosopher philosopher叫做哲学家 那 叫做哲学家 philosopher 那么 Saukratis was a philosopher of ancient grace Saukratis taught by asking questions This method of questioning is still called the Socrates method 那么苏格拉底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他在教学的时候啊 不像我们中国 采取老师讲学生背 老师读学生根的这种方式 那么苏格拉底在教学当中呢 采用的更多的一种方式 是通过与学生提问和问答的方式来进行的 通过不断反复的提问 来让学生找到真理或者真知 这种方式呢 也被叫做Saukratis method 那苏格拉底方式呢 所以我们要记住的第一个人是这位非常知名的古希腊的哲学家 叫做Saukratis 那苏格拉底 那另外我们记住哲学家这个单词 直接上在这个单词当中呢 也是有两个部分来构成的 我们来看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phil 那 那么philop呢 这里表示爱的意思 后面的sopher表示智慧 所以其实这两个词根拼在一块呢 用来表示智慧多的 爱智慧的人 用来表示爱智慧的人 那么是哲学家 philosopher 那么哲学家 那么让我们再联想另外一个单词 大家跟我一起回忆 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 大一的新生我们叫什么呢 大一的新生我们是不是把它们叫做freshman啊 Freshman 那么freshman翻译过来是新鲜的意思 所以大一的学生呢 我们会叫他freshman叫新鲜的人 那么到了大二我们管他叫什么 叫做sopherman 是不是就在跟这个结构有一个重叠呀 sopherman 那么大二为什么叫sopherman呢 我们在sopher这个后面加一个more m-o-r-e 意思是大一的时候啊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懂 还很fresh的感觉 那看什么都很新鲜 但是到了大二呢 学生们开始懂得一些东西了 所以叫做智慧多一些 sopher表示智慧 sopherman表示智慧多一些 那所以到了大二之后呢 智慧就开始多一些 那么大二的学生我们叫做sopherman 那所以这个哲学家包括这两个词根 我们要把它记住 那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殖民的人士 在下一个我们要知道的人呢 古希腊当中的名人呢 就是plato plato呢叫做柏拉图 对吧plato he started a school called 那么plato呢 他开了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呢叫做academy the academy 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啊 academy这个单词 在现代英语当中就用来指学院学校 那么在原来的时候呢 最早就是从柏拉图这开始的 柏拉图把他教书的一个学校 称作academy 所以后来这个academy这个单词呢 用来指学院学校或者学术机构 就被保留下来 那么再往下来看 plato's writing took the form of a dialogue between teacher and a student 他的写作 他的作品依然是什么特点呢 a dialogue dialogue表示两人间的对话 a dialogue between teacher and a student 在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一对对话 那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一对对话 我们叫做这个 就是柏拉图的常见的书写方式 跟我们刚才的socrates 苏格拉底的也是非常相近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 academy的渊源 这个单词非常重要 我们也经常出现 那么academy这个单词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实际上这个单词最早来自于希腊神话 那么希腊神话我们来看 这里有一个美女 那么这幅图画里面所画的这个美女 就是斯巴达的皇后Leda Leda是斯巴达的皇后 记得我们刚讲那个城邦斯巴达 那么她是斯巴达的皇后 那么这个皇后长得非常的漂亮 有一天皇后自己在河边洗澡 在河边洗澡的时候 被谁看上了呢 这个人 对吧 我们发现好多 这个Zoos这个人也是经常出现的 当然不能叫做这个人 Zoos是我们的宙斯 希腊神话当中的天神Zoos 那么Zoos偶然间看到了 这个在河边洗澡的Leda 发现呢她长得特别的貌美 然后呢就很想接近她 但是呢又怕这个吓到她 如果大家常看古希腊神话的话 你会发现Zoos 也就是天神宙斯 是一个非常非常懂得技巧的人 那所以你发现呢 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只天鹅 那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只特别漂亮的白天鹅 当Leda看到这只漂亮的白天鹅的时候呢 自然呢就开始有了这个好感 那所以这个白天鹅呢跟这个Leda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咱们此处省去两百字 对吧 大家可以知道 留有一点想象的空间 那那么后来呢 这个我们知道Leda呢是斯巴达的皇后 那她当然呢有一个老公 我们来看她的老公是谁呢 斯巴达的国王 那叫做Tinderace Tinderace呢是斯巴达的国王 那当然这个国王呢跟Leda呢也有一对孩子 而Zuth跟Leda也有一对孩子 我们来看一下 那那么第一对的孩子呢 这个Leda呢一共有两个双胞胎 那我们来看 第一个呢是卡斯托尔 那卡斯托尔和谁呢 和我们这个C-L-Y-T-A-E-M-N-E-S-T-R 那很难念叫做克里泰涅斯特 那克里泰涅斯特 那那么这是她的第一对孩子 这一对孩子呢 是属于斯巴达的国王Tinderace的 而她还有一对孩子 这对孩子是谁呢 那么Polly Dukes and Helen呢 还有一对孩子呢 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那我们也可以现代的角度看 叫做龙凤胎 那那么这对龙凤胎是谁的孩子呢 是宙斯的孩子 那Zuth的孩子 所以等于Leda有四个孩子 但是呢 卡斯托尔和后面的这个 这两个人是属于凡人的孩子 而她的这个Polly Dukes和Helen 这个这一对孩子呢 是她跟神Zuth所生的孩子 而这个Helen是谁 一提到海伦 大家很容易想到谁啊 现在大家就可以把很多 我们之前的知识 把它串联起来了 一提到海伦 大家是不是就容易想到 特洛伊战争啊 所以特洛伊之战 是不是就是因为海伦 长得太漂亮了 被特洛伊的王子看上 并且带走 才引发的特洛伊之战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海伦之嘴 长得如此漂亮 而且又不会衰老 就是因为它其实是 有一半神的血液 那是宙斯的孩子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看 那么它跟Academy 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截止到现在 我们还看不出 跟Academy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继续来往下看 那么因为这个 海伦长得特别的好看 所以呢 雅典Essence的年轻国王 特洛伊斯 特洛伊斯呢 就看上了海伦 觉得海伦长得很漂亮 就把海伦带走了 带走之后呢 海伦的兄弟 Caster和Polydex 那么Caster和这个P 这两个兄弟 他们两个人呢 那么就去救 营救他的这个妹妹 美女妹妹海伦 但是他到哪找呢 因为这个特洛伊斯 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也不是一般人 特洛伊斯的话 跟谁有关系呢 我们还记不记得 有一个希腊神话的传说 讲有一个野兽 叫这个 我们在希腊里边 有一个传说 那么这个传说当中 说到的国王 特洛伊斯去攻打野兽 就他一个人 所以他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那么特洛伊斯呢 把这个海伦带走之后呢 Caster他海伦的兄弟 Caster和Polydex 他们两个非常的焦急 四处寻找 但是没有什么线索 最后呢 海伦被谁带走的这个线索 是由谁来提供的呢 有一个农夫 有一个农民 这个农民叫做Academos 这个人呢叫做Academos 那么这个人呢 给这个两位王子提供了信息 告诉他们海伦 其实是被希腊 是被雅典的年轻国王 特洛伊斯掠走的 所以呢 就是因为这条线索 这两个兄弟呢 把他们的妹妹带了回来 那么为了奖励这个农夫 那么在雅典成交的一片小树林呢 送给了这个农夫 而且这片小树林 是受到保护的 这片小树林呢 是受到神的保护的 而这片树林的名字 就用农夫的名字来命名 叫做Academos 那么Academos 那么后来呢 柏拉图办学的地点 就在这个小树林这儿 所以他才把自己的学校 命名为The Academy 那么是因为柏拉图办了学校 把这个学校命名为Academy 所以到了后来呢 我们再提到学院呢 机构啊 这些单词的时候 也会用Academy来表示 也会用Academy来表示 那么指学院机构啊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就知道 整个过程是怎么来的了 那么这是Hylen这个美女 第一次惹祸 Hylen这个美女 不止一次的惹祸 我们后边还会再提到 那么柏拉图呢 在这里建立了学校 The Academy 在这儿讲学 所以后来Academy 就被用来指学术机构 然后我们再回来说 海伦的这两个兄弟 Caster呢 Caster呢 因为她是斯巴达皇后 和国王所生的孩子 所以她是凡人 她的身上并没有神的血液 所以呢 当Caster跟波塞冬的两个儿子 在比赛的时候呢 就被波塞冬的这两个儿子 杀死了 我们知道 波塞冬是海神 被海神的儿子杀死了 那么他跟谁的关系特别好呢 他有一个兄弟 大家还记不记得 叫做Polydeux 这个人呢 是跟Caster特别好的 那他们两兄弟的情谊 特别特别的深 所以呢 这个Polydeux 为了去给哥哥报仇 就去找到Zoos 那找到Zoos之后说呢 如果不能为哥哥报仇 我宁愿跟我的哥哥一起死 那么这个时候呢 Zoos被两兄弟的感情感动了 所以呢 后来这两个兄弟呢 在天上升为星座 叫做Caster and Pollux Caster and Pollux 用来指兄弟两个人 手足情深的意思 而这两个人到天上之后呢 也就变成了天上的星座 天上的星座呢 叫做Gamini Gamini用来表示双子座 那么我们在座听课的学生 不知道有没有是双子座的 那么你通过这个就知道 双子座的这个双子 指的是谁 指的是Caster和Polydeux 他们两个兄弟 那兄弟情谊特别的深 感动了Zoos 才在天上有了这样的一个星座 那黄道士二宫中的第三个星座 就是我们的双子座 那我们的双子座叫做Gamini Gamini 太阳驻留在双子宫的时间 是5月22号到6月21号 所以但凡是5月22到6月21日之间 出生的人呢 都属于双子座的 那这是双子座的符号 但凡是双子座的同学 肯定会知道 在拉丁语当中是用来表示双的 那么它在天上的形状 差不多是这样子 好像两个兄弟互相手拉手 感情很好的状态 那这就是双子座的来源 包括Academy这个单词的来源 我们要知道学院这个单词 是怎么来的